小字偏旁 講解 現在是左旁 Houston期七月一號 左字符 祀 pää 九字符 這個字字既大展寫在這裏 左字符很簡單 它很像這個一個橫畫,然後搖擺身體,抬起來就可以了,很容易寫 它給我們的有七個步手,偏旁,走,射箭的使,夫人的夫,還有火,還有去,還有這個骨,這個讀柱,然後立 所以走屎夫,火,去助力,這個都是走字符可以代用的護手,偏旁 那第一個字要給我們是照孫前禮的照,這個照,就是這個寫法 拉過去之後呢,再寫一個笑,這很簡單 再來呢是王羲之知道的知,拉過去 當然可以這樣子拉拉,這樣對知道的知會比較看得清楚一點 它有很多寫法,我現在順便跟各位分享 可以這樣子,這也是一個知道的知 還有這個也算喔,剛剛這個,這個也算,這三個都是知 給你們當參考好不好,比較不會緊張喔,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這樣子,好,寫這裡 然後再來是規定的規,康裡腦腦,規定的規 這個上面打錯字的,上面沒有那個草枝頭 草枝頭是讀著規,他讀著康裡腦腦,像老師光頭一樣,腦一腦 就沒有毛的,好,歸 這個就還有,這比較容易懂,文正明的蠟燭的竹 蠟燭的竹,再來呢,是王羲之的雀,他寫成了誘耳旁 反而不是我們以為的這個絕,這個自讀絕 好,再來是王寵,明代的王寵,寫打鼓的鼓 另外呢,是端,端,端午節的端,端午節的端 好,那我們的下一個,下一個竹字符呢,稍微的緩緩緩緩緩 對嘛,竹字符,要寫中,竹字符有五個嘛,我們下次再寫 中字符,因為只有兩個,我們就大膽的寫在這裡 從今天開始,進行右旁 這左旁,今天進入到右旁 那右旁的第一個是中字符 那下次,竹字符還是左旁 中字符,那這麼寫 那他的字形有有兩個,中還有身,就是神啊 那你可以看到他是衝跟神嘛,很容易懂的 第一個是米符,原代的這個瘋子,米符 他就寫的,雖然他瘋子,可是他字很棒 另外是董奇昌的神明的神 有時候還可以打一點 那我們把這個字形,十分鐘到了吧 照 知道的知,規定的規 蠟燭的竹 雀 骨 端 還有蔥 還有玄 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炒出的這個參考